内地上月食物价格按年升幅 由6月时的3.8%回落到上个月的2.4% 而非食物价格的升幅就未升1.5% 其中鲜果价格升幅最多升到8.7% 蔬菜价格也升到8.8% 不过猪肉价格就显著下跌跌幅达到1.8% 居住开支上升2.1% 其中租金上升超过3.1% 衣着和烟酒等用品价格就升3% 如果按月比较7月份通胀率升到0.1%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 上去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市数按年下跌2.9% 跌幅大于预期